51岁陈小春满头白发携鹰彩走红毯,网友,太显老。 51岁陈小春和英彩儿又公开撒狗粮了。 51.近日,夫妻二人一起出席了第十三届亚洲电影颁奖典礼,两人牵手走红毯十分恩爱。 51.当天,两人也特意地挑选了黑色的情侣礼服,陈小春一身帅气的黑色西装亮相,戴住黑框眼镜,梳住四六分的发型,和平时随意的皮皮的感觉相比,正经帅气的很多呀。 51.不过这满头白发的造型看住有点嫌老。 51.英彩儿则选了相对保守的黑色长裙礼服,拖得的裙长加上半路肩膀的设计,保守中散发著迷人的小性感,让平时大大咧咧。 51.英彩儿多了几分知性和稳重。 51.两人也毫不吝啬地秀恩爱,不论是台上还是台下都是满满的虐狗。 51.网友看到两人合体后都表示羡慕,直呼这是见过最美好的爱情,天生一对真的是太甜了,大哥的女人真是太美了。 51.不过还有网友表示,满头白发的陈小春看住嫌老,果然像50多岁的人了。 51.扎心了。 51.其实,也不怪网友这样说。 51.陈小春和英彩儿年龄真的差得有点多,足足差了有16岁。 51.陈小春已经51岁了,英彩儿才35岁,再加上陈小春皮肤黑和白发的缘故,和一旁白到发光又鲜瘦的英彩儿自然有鲜明的对比,看住真的有点老。 51.而且,英彩儿也曾爆料说当初陈小春第一次见自己父母的时候,陈小春礼貌的喊丁爸叔叔,结果丁爸立马不回,说自己只比他大6岁,承受不起,看来真的是介意这个年纪啊。 51.不过,在真爱面前,年纪也不是问题,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好,一个在闹一个在笑,不管英彩儿怎么闹,陈小春都对住他宠溺的笑,以老婆为大。 51.而正是因为在这个有爱的家庭中,才会有Jasper这样的暖心小王子吧,希望两人加油再添一个小公主,满足小春哥的小心愿。 51.来源自Dresshell。 51.往下看更多精彩内容,英彩儿首度回应二胎传闻,没有怀孕,小小春只想要哥哥或姐姐。 51.近段时间,英彩儿怀二胎的新闻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,但是作为当事人,英彩儿从未正面回应过此事,所以各种传言也越发汹涌。 51.其实关于英彩儿怀二胎这个消息,应该是从他的这张照片开始的,在去年年底的时候,英彩儿在微博中分享了这张照片,有眼尖的网友看到他身边的小药瓶,称这是一个孕期维生素之类的药品。 51.结合之前,英彩儿在节目中说过不凡感生二胎的话,网友们纷纷猜想,彩儿是不是怀孕了。 51.虽然这个猜想没有被证实,但是有媒体接二连三地拍到英彩儿带儿子逛母婴殿,期间陈小春准被抽烟,但是看到英彩儿一个眼神,就赶紧躲到旁边去抽烟了,夫妻二人都这么谨慎,于是,英彩儿怀二胎的新闻又铺天盖地地起来。 51.因为英彩儿不回应的态度,所以她是否怀孕这个事情一直是个谜。 51.但是在最近,英彩儿和陈小春上了一档综艺,主持人非常犀利地替大家问了彩儿和陈小春的二胎计划, 51.最开始问小小春希望有个弟弟还是妹妹。彩儿说儿子其实更希望有个哥哥或姐姐。 51.这样的回答应该不是主持人想听的吧?所以在主持人直白猛烈地进攻下,英彩儿只有无奈地说:"如果怀孕的话肯定会说的,但没有啊。 51.大家这么多个月的疑惑现在终于得到了回应,看来英彩儿平日里真的很喜欢逛母鹰店啊。 51.在这里还是希望英彩儿他们一家,有一天能够和大家一起供不怀二胎的喜讯吧。 weet diplomas 请不吝点赞兰订阅